分别在大陆、福建、广东、陕西和山西等地投资的17位港商 被骗距好几千万元人民币 两个多月来在大陆多个部门投诉无门 连接两天向港府寻求协助 要求大陆当局彻查案件赔偿损失 十多位在大陆投资被骗的港商 星期一在立法会议员刘慧卿的陪同下 有金钟游行到政府总部请愿 港商黄明清的女儿黄曼仪表示 他们一般港商几十年来 奔走多个部门均无功而还 9月17日再次一同到北京上访 70天仍没有结果 他们的家庭、经济等等都出现问题 导致他们的情绪极度不安稳 我们会在北京的保顶中心公寓 一直等候直至公正结案 取回合理的赔偿 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强调问题非常严峻 也都令到他很多家庭受到很大的困扰 也都相信令到其他香港人会很担心 如果去内地做生意 原来是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港商向行政长官递交请愿刑 要求北京当局彻查他们的案件 还苦楚满因得的赔偿 他们并在星期二上午 趁召开行政会议时 到特首办请愿 要求梁振英转达他们的诉求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